主持人吳淡如一首好文筆出版无数著作 近期一部分人生重心摆在绘画上头 怎料日成这po文一出掀起的蝴蝶效应 恐怕连本人都没料过 名为樱花猫少女颇有创作感 她说刚刚在学电脑绘画生成 这是我的第一张作品 但网友也就是因为电脑绘画这四个字 质疑这明明就是AI算图 也就是人工智慧算出来的 那是什么电脑绘图 遇上自走炮的酸民 吴淡如也不是神油的灯 AI到底等不等于电脑绘图 吴淡如搬出大量数据佐证 更说我的小编封锁到很累 因为一个人可以化身100个账户来霸凌人 以请律师搜证 但AI绘图到底是什么 有必要动这么大的肝火吗 除了你的主体之外 你也可以设计一些背景 它要在怎样的环境里面 你都可以写出来 网络专家拍片教学 其实只要在指令区下好关键字 送出后AI就会自动演算 约10分钟后生成 和传统印象的电弓手会有些不同 不论吴淡如这席话 有没有惹毛全台画师 但AI已经让民进党立委高嘉瑜 有些笑不出来 一早受访就开金嗓 因为高嘉瑜日前脸书po文 问AI我唱歌好听吗 却被回答音乐品味是个人的 有些人喜欢 有些人不喜欢 大打模糊仗 他说其实我就只是想听 这个回答 像我只想要得到两个字的回答 就是好听就可以了 AI可能可以作为辅助参考 但是毕竟还是缺了一点 人性人味 所以不知道这个做人处事的道理 心情被冷冰冰的文字给重伤 换做是AI本身 可你也没想过 精英铁口直断 话题围着自己转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一整个梦 放松 小铃铛 老闹 老闹 老闹